老娘死了吗 老娘没死 我不回去 老娘死了我就回去 我没有在这 我一分点不治 我也不顾理 不治 所以我母亲死了之后 咱们两个一个不成 个人不要农的去披码 在校上 不要承担 我现在那我一个人 就知道我老娘送我一个儿子 老人摔倒病危 大儿子却语出惊人 病床上的老人继续治疗 却因儿子们意见不合 危在旦夕 三十年前的分家协议 究竟有没有法律效力 到底是哥哥们冷漠 还是弟弟不愿负责 子女众多却顽景凄凉的老人 还能否得到救治呢 不久前 栏目组曾收到这样一封信 信中八十六岁的老奶奶 摔跤骨折后 一直得不到医治 起因竟是因为 她的儿子们意见不合 按理说 再有矛盾 也该老人安全第一 为什么要拖延 给老人治疗的最佳时机呢 为此 记者来到了老人所在的 九江市虎口县人民医院 在医院里 记者见到了发信人 黄中初 信中提到的摔跤老人 这是她的岳母 黄中初告诉我们 老人名叫王龙梅 八十六岁 因为身边一直无人照顾 所以丈母娘长年独居 摔倒后 她在地上硬生生地 躺了两个多小时 才被邻居发现 可让人气愤的是 当邻居通知 同村住的老人二儿子时 却得到了视而不见的态度 知道母亲摔倒 煎熬了七个多小时 却仍旧没有一个孩子出面 作为女婿的黄中初 最终忍无可忍 自己把老人送到了医院 黄中初告诉我们 按照村里的规矩 家里的儿子 是要负责老人一切事务的 更何况岳母有三个儿子 所以就算她着急 也不敢轻易逾越 这层关系上去 就做岳母的主 这个看起来 有些风竹残年的老人 就是王龙梅 此刻的她 还在诉说着 自己多年的苦楚 摔跤导致的骨折 让她只能待在病床上 索性儿子不见 还有小女儿在旁伺候 因为负责老人的主治医师 已经下了夜半 记者只能通过电话 向其询问老人的伤势 崔医生告诉我们 因为家属签了拒绝治疗同意书 所以老人现在除了院方 给做了牵引外 是没有进行任何救治的 崔医生也很无奈 她表示 无论如何老人 都该尽早治疗 从崔医生口中我们的得知 今天已经是老人住院的第十天了 再这么拖着 老人生命都会有危险 在福建物工的小儿子周锡民 听闻母亲受伤 也赶了回来 我24号回来 以前都是我姐夫的医药费 我既然回来了 我不可能把这个金子 压在我姐夫身上 目前我也只能是 维持我母亲 不能离医院的赶出来 赶出来是等死 我只能是维持 母亲在医院的技术 在这个保守治疗 我还是等老儿跟老大 怎么去大富 把老娘治好 一开始 女婿黄中珠负责给老人 垫付了四千多的住院费用 现在小儿子回来了 费用也就归到了小儿子头上 只是老人六个儿女 其中三个儿子 怎么现在连治疗都成了难题了呢 老大还是这样一讲 老娘死了吧 老娘没死 我不回去 老娘死了我就回去 我没有在这 我一分点不治 我也不护理 周细民表示 他回来之后 便找过大哥二哥 商量母亲的治疗方案 可兄弟俩一个说的 根本就不是人话 另一个只是一位装死 他也指得将在那里 老娘很可怜 我一来 他就对着我哭 他说我现在这个苦 不是等着要死的癌症 他说我想医好 还看到以后 三次他们结婚 陈美红是周细民的爱人 他告诉我们老人 非常努力地想活下去 他还想看到孙子们结婚生子 这样的场面 作为儿媳的陈美红 都泪流满面 为什么老人的儿子们 会如此铁实心肠呢 看着老人哭着 要求儿子们同意他治疗 现在的女儿媳妇们 都哭成了一团 但众人对老人的现状 却是无能为力 根据院方规定 高龄老人的手术 必须要由家属签字 可周细民的两个哥哥 拒不到场 这也导致老人 根本无法得到医治 王龙梅的大儿子周细民 如今已经年近七旬了 从他拿出的 三十年前的分家协议中 我们看到 王龙梅的生活 是由老三周细民负责的 这是怎么分配的呢 从周细民那里得知 当初周家分家时 周细民不过十九岁 王龙梅老人 担心儿子的生活起居 所以就提出和小儿子一起 周细民表示 大哥二哥负责照顾爷爷和父亲 两个人也就赡养了两年多 可是他照顾母亲到今天 已经有三十年了 一没钱二没地 所有的经济来源 都要靠他打工 对当初那份分家协议 周细民认为 那份协议并不完善 也没有指明 各自负责的范围 应该作废 然而弟弟的说辞 在周细民看来 就是为了给自己 减轻负担的借口 原来母亲年轻时 可以帮他时 他不说这话 如今母亲老了 需要人照顾了他 又来质疑这份协议的合理性 周细民的爱人饶春真表示 这三十年来 婆婆一直帮衬了弟弟不少 但他们一家 却从没得到过婆婆的偏帮 据饶春真 那些年轻里捉襟见肘 他们两口子必须外出养家 孩子都没人照顾 三灾病痛的没少经历 那时候家里很苦的 很穷了 我的家呢 我说你借一点钱 把小孩带在医院里 打一针波松风的证 他有没有去 所以去呢 后来这个小孩呢 就发病了 到了波松风 到了午后 我们医院里 去治疗 治疗有没有治好 我几个女儿 我用四个小孩 那个男孩是 最后的小孩 我那个小儿子就死了 就是因为孩子 无人看管 饶春真的孩子 才不幸早腰 丧子之痛 对他来说 是平生最痛苦的回忆 而婆婆当初 在儿子病重时 不但不来帮忙 还找他们要米 这样饶春真耿耿于怀 小孩决二十年的愿 找他儿子把米了 你说我的老娘恨不恨 我的儿子 你的生子死了 你还找你的儿子 你还找他要米 他的心态很 为这么多的小孩 他这么管 对婆婆的所作所为 饶春真一笔一笔 都记恨在了心底 所以在他看来 三弟既然得了 婆婆的照顾 现在反过头来 照顾婆婆是 理所应当的事情 因为婆婆的偏心导致 轴离不合 可周夕民 却表示自己 并没有得母亲照顾 不但没用老人种地 也没得老人 看几年孩子 却实实在在地 照顾了母亲三十年 我大的小孩 在他外婆家里 我大的养生 过了几年 到了高中 我小孩 我老婆老婆带 上大学 还有我妈妈带养 我养了他三十年 没有要两个哥哥养一天 我对得住我老娘 按理说 回报养育之恩 天经地义 如今老人住院 需要治疗 做儿子的 不都该上前尽孝吗 大儿子一家心有怨恨 那二儿子又为何对母亲不闻不问呢 从二儿子周晓明的话中 记者得知 因为大哥 三弟一直在外打工 所以住在同村的他 就肩负起了照料老人的责任 之前母亲凡是小灾小痛的 都是他又出钱又出力的 可没一次被人领情 如今这回是老人 今年第三次摔倒 他不想再同往常一样 吃力不讨好 周晓明告诉我们 当初虽然自己穷 可他照顾父亲 没向兄弟开过一次口 如今弟弟把责任推回来 他觉得实在是无法接受 周晓明说 按照规矩自己没有结婚 是不用帮着兄弟们分担父亲和爷爷的丧葬费 以及债务的 但他当初却和哥哥们一同承担了 三兄弟因为协议的问题 谁也不肯让步 此时 饶春珍表示 即便出力 也该让周晓明多出一些 见大舅子小舅子们为协议争论不休 可岳母就急需治疗 黄中初此时站出来表示 大伙应该不计前嫌 先给老人治病 大哥周新民认为 即便出钱 弟弟也最少该出一半 剩下的25% 则由他和二弟承担 周新民拒绝了大哥的提议 他想的是自己出40% 哥哥们各出30% 此时 老人的女儿周晓力见 哥哥们为钱争执 也不得不站出来表态 虽然妹妹提出 让哥哥们互相迁就 可三个兄弟 依旧是你说 你的我想我的 这时周新民气愤之余表示 大不了就当母亲 只有他一个儿子 其他人都不用再管老人的费用 可听了弟弟的狠话后 大哥周新民又不干了 见兄弟们僵持在此 记者只好劝他们先去医院 给老人签署同意治疗书 针对周家的矛盾 记者也找到了律师薇志华 不能够免除三氧义务 因为三氧义务 它是一个法定的义务 不能够通过各三氧人之间的协议 给他做一个免除 那么尤其是像本案之中 出现了这种被三氧人 在医院里做手术 那么第一 需要经济上的支出 第二需要人员的护理 第三还出现了医院 需要各三氧人来牵制 这么一种情况 那么首先各个三氧人 都有义务到这个医院去护理 去看护这个被赡养人 魏律师告诉我们 虽然协议过了三十年 但因为有签字 所以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可是即便老三要负责赡养母亲 也不代表他的大哥二哥 就没有赡养母亲的责任 最终三个兄弟协商有了结果 母亲的赡养费 老三负责一半 剩下的老大老二 各负责一半 仍旧是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二十五 百分之二十五的分配 老人也终于能够得到治疗 只是王隆梅老人的遭遇 让作为旁观者的 我们感到痛心 与他类似的情况也有很多 比起独生子女 儿女众多的老人 本应得到更好的照料 可他们的子女 常常因为谁得了便宜 谁吃了亏 而将赡养老人的责任 搁置一旁 导致老人膝下子女众多 却落个无人照顾的尴尬局面 在这里 我们也希望天下儿女 都能意识到 赡养老人的责任 别等道子 欲养而亲不呆的时候 再去后悔